由疫情開始到現在都照顧了很多不同的病人 有些是比較高危一些 例如老一些的老人家 有很多長期病患的 另一批就算年輕一些 他們沒有什麼病徵 或者病徵很輕微 例如有些本身是做運動的 但是進來又要住兩三個星期遠 變成對他們來說 都是有些心理上的壓力 講回疫情對整個醫療系統的影響 例如如果疫情的數字突然飆升的時候 可能又會有些病房 要轉化為一些隔離病房 其實長遠都會怕影響到其他一些服務 例如一些我們叫做非緊急的手術 在個人層面方面 因為我本身都是挺大的家族 父母兩邊都有很多親戚 所以我已經成為了很多小朋友的叔叔 在一些大事大節的時候 以前都會有很多聚會 例如新年、中秋等 都會一起去吃飯、去見面 其實因為這個疫情都影響了 這些見面的機會 和他們一起去玩的時間 我是陳文俊醫生 是瑪加烈醫院的內科醫生 也是一名很多小朋友的叔叔 我因為想保護我的家人 保護自己 所以已經接種了疫苗 無論什麼原因都好 你都快點行動吧 好了,就像是大集團 都關注了